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 75年来 人民海军先后经历了1300余次战斗考验 创造出小艇打大舰 海上拼刺刀 空中白刃战等一系列光辉战力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 海军将士紧盯科技之变 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 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持续在深蓝中萃火 在深海中洗礼 制胜之舰 越断越锋利 近日 圆满完成南海 东印度洋 西太平洋等海域战备巡逻 远海训练任务的咸阳舰编队返回三亚谋军港 任务期间 咸阳舰编队深度融入联合作战指挥体系 先后完成了广域机动 防空反导 联合打击等数十个课题演练 进一步拓展了远海机动作战编队作战任务和样式 我们这次的远海训练 编队主要是紧紧围绕了指挥链 打击链 还有保障链 迅速构建了和高效运行 我们部队快速判情 快速决策 还有快速指挥 快速行动的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近年来 海军主战装备不断更新换代 形成了以第四代装备为引领 第三代装备为主体的装备体系结构 加速了人民海军转型步伐 作为国产055型导弹驱逐舰 海军咸阳舰入列不到一年时间 就完成从接装基础科目训练到全训考核 远海实战化训练的跨越 我之前在两型三艘驱逐舰上服役过 相比以往 现在的舰艇信息化程度更高 技术也更密集 当然对官兵的综合素质要求也更高 2023年5月 山东舰航母编队首次成体系 成规模远赴西太平洋海域 参加了联合力舰演习 同步开展战斗值班 课题演练 舰机飞行 并在岛链外与火箭军按机航空兵 以及其他水面作战编组开展联合演练 编队着眼战场实际在远海大洋广域机动立体攻防 先后研习联合搜反潜 联合火力打击 区域制空作战等多个实际作战场景 同步带动相关海空协同兵力参演 在实案实景中经练指挥调度 检验战术战法 把飞行员 尤其是年轻的飞行员 给摆在实际的战场环境下 让他们去训练飞行 去处置外情 这样对他们的成长是起到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因为毕竟你再怎么训练 还是在我们自己创造的一个环境之内 你遇到的人也是我们自己几方的人员 这是你的战友扮演的假小敌 飞行员从战术动作处理的心态上 和实战条件下是完全不同的 海上驱离外舰 空中涌斗外击 水下紧盯潜伏 近年来 海军一线官兵 以临战姿态直面对手 正逐渐成为一柄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海上利舰 我们下期见